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皇帝用的弓箭当然是最高级的了 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难得一件的清代战场 遗留下来的弓箭真品 万箭齐发 鬼孤神豪 太平军势如获竹 满清节节败退 只能奋死抵抗 战况激烈 火炮传入中国后 弓箭仍然广泛使用于战场 因为携带方便 射击速度快捷 命中率高 攻击效率反而略胜一筹 热冰器还不是那么有效率 也就是说当时比如说 所有的枪支 所谓火神枪 那种枪支基本上是要装填的 所以大致来讲的话 热冰器杀人的效率 还不如后来的 就是说几十年之后那么高 所以在清朝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 大致来讲冷冰器跟热冰器还是并用的 正今天也特意安排了一场狩猎 让你们各显身手 狩猎 爱新觉罗的子孙们 出发 满清重视骑射技术的传统 可以追溯到入关之前 满清入关以八旗军骑射取得优势 入驻中国之后 亲王朝以宫始定天下 以骑射为组织家法 一直延续到清末光绪皇帝 每年仍然举办大型的骑射竞赛 好了 各位兄弟 再也不开始六千曝光了 先走了 各位兄弟 跳 就算是以后的光绪皇帝 已经到了这么近代的现代 已经到了工业革命完了 他也要每年春夏秋 春天跟秋天 他也要进行计射 为什么呢 以维护自己 不要忘祖先的传统 那计射的时候 展现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不是光比射箭而已 还要比鸟枪 就是火神枪 还有就是这个 骑马追猎物的速度 以及射击的准头 除了定期举办骑射竞赛 蜻蜓更重视扩充五倍 要求巴西军提升骑射技能 甚至从康熙开始 由于历经几次内乱 将骑射列为基本国策 强化射箭技能 每年电视五进式 摆布穿扬的技术成为教考五官的一项必要标准 都重视武力 都重视武备 所以在他们任内的话 基本上清朝的清军的规模 其实是一直在扩充的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最早诺射哈赤有八旗 然后后来慢慢的又有所谓的 蒙古八旗或者汉军八旗 所以其实一直到入关的时候 他们的八旗军队大概已经有二十几万了 到了雍正以后 雍正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们毕竟还是强调他们的根本 他们就要说他们总认为说 满洲人的起家靠的就是弓箭 靠的就是刀马 所以后来据说雍正就下令说 以后所有的考 尤其是那些五官的考试 基本上只以弓箭为主 从使用者的身份以及材质 弓的种类分为皇帝用的牛角弓 以桑木胎制 王公大臣用的牛角弓 以划木胎制 还有一般官兵用的钉牛角弓 以鱼木胎制 私贤用于社教 皮贤用于战争 这把划木制成的弓 需要相当的力量才能拉动弓弦 像这把弓 就是军队里面用的弓 这个木头它是用滑木 滑木弓 滑木比较有韧性 可以看这个内胎 它是包覆的一个牛角角弓 所以以前唐诗里面说脚弓铭 有没有 有这句话 所以牛角它的韧性 张力才会够 那我们在军队当然也看人 人的身高身材 高大的这个 臂力大的 所以拉的弓弦那当然就大 清盖的箭由醋可和鱼组成 以用途区分 由礼仪用箭用来装饰之用 教育训练演习用箭 以及狩猎用箭 最具杀伤力的是军事战争用箭 箭簇材质包括铁 铁镀金 象牙 脚骨 竹 木 样式多种 杀伤力最强的能穿透铠甲 百步穿羊 其实有时候它可以射一百步 两百步 三百步之远 至于这个箭簇就显得相当的重要 因为这个箭簇 有些是呈尖锐状的 针尖状的 针是三角形带勾的 这个箭要射远 当然靠着尾巴 这个羽毛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有羽毛它才飞得远 所以有一个平衡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箭的前进的时候 它是直线带旋转进去的 所以它才能飞快飞远 用箭的历史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 火枪 火炮等武器发明之后 弓箭逐渐退出战争舞台 但仍然出现在原始部落中 以及运动比赛项目 可见弓箭在人类历史上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